五盏打 中华队打出了七盏打 手背上有一次的失误 今天在赛前的开球 请到了风哥 风炮陈金峰来担任 中华队在前面的五行能够得到的那一分 就是杨戴刚 适时的安打所贡献 对 那个范围局高虎队打上了 然后是张靖德又补上一支安打 然后杨戴刚这个游击区的滚地球穿出去 我们把高虎队打回来得分 得到全场唯一的一分 中华队今天在捕手的张靖德 长船的主杀展现得非常的出色 两次造成了古巴的跑累员在累间被他给牵制出局 主杀出局 明星的三雷手跟二雷手跟游击手 在过程当中都有精彩的手背出现 这是中华队这场比赛演出的一次唯一的双杀手队 是在五局的时候